方精神 分化、對立成為多種的宗派 最後又統一於曹西 在會位於曹西的過程中 艱難的智深系 江東的牛頭系 消失在曹西的法系中 最為顯著 北宗與何則宗 經會昌法南 中原摔破而摔落了 禪宗成為紅州與石頭 二大系的天下 紅州系以江西為中心 禪風強硬 活躍在江南而顯出北人的特色 會昌以後 紅州中的主流 為兩由南方人創立 迅速消失在石頭系統中 移入北方 如臨濟地懸在鎮州 金河北鎮定縣 清化屯蔣及南院位於 都在衛府 金河北大明縣 而南方幾乎全屬於石頭門下 二大南宗的分化可說是 十字是一南北而自成二性 切實點說石頭門下 呈現打無禪的面霧 而有其濃的牛頭 東南學童的邪斑 這也難怪宗陸以牛頭 石頭被同意宗鎮了